以色列跟真主党的冲突持续 目前在黎巴嫩已经有130万人 他们流离失所 贝鲁特当地大楼还有政府医院周遭区域 也再度遭到炮击 至少63人死亡 超过200人受伤 以军更进一步透露 真主党的潜在接班人萨法丁 也遭到炸死 而周三这一天呢 以色列再度连续三个小时密集的轰炸 真主党也不甘示弱 回仗了85枚炮弹 烽火连天 一辆辆乙军战车长驱直入 瞄准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据点强势进攻 眼前的建筑群再被乙军团团包围 现场房屋呈现半毁状态 但里头可能还不安全 负责任务的士兵 还是得细细搜索所有房间 这次他们也发现 真主党弃制的手榴弹 以及大量还摆在木箱内的火箭弹 这些武器全藏在不起眼的民宅里头 包围可疑建筑的同时 以军也用无人机发现真主党拉万德部队的行踪 但这个地点没多久就被瞄准炸烂 类似朝面也出现在贝鲁特地区 一栋公寓高楼在乙军攻击下灰飞烟灭 由于公寓的对面刚好是一座公园 许多民众都目睹楼塌瞬间 甚至有美联社记者也拍下炮弹来袭的过程 以军则指控这栋公寓藏有真主党武器 被鲁特难教越来越多断圆残壁 居民们通通成为游民 再也无家可归 目前也搓雷弹的还有被乙军点名 地底下有超大碉堡金库的沙赫尔医院 院方为了自清开放媒体拍摄 但似乎没拍到可疑的入口 不过乙军说这是因为真主党阻挡媒体 靠近竖井的位置 到底真相如何暂时难以釐清 同一时间以色列还是不平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脚才抵达 台拉维夫等地就响起空袭警报 这次甚至有北部的居民目睹敌军 无人机飞过 也触发另一次的警报声 同天真主党发言人突然定调说 绝不在战火之下谈判 他也首度证实有成员遭到乙军火捉 真主党情况不太妙 因为乙军周三宣布又击毙真主党 三名指挥官和七十名左右的民兵 至于加萨北部也持续遭到乙军狂轰 布林肯原本认为哈马斯领袖辛瓦之死 或许有机会促成听货谈判 但情况显然比想象复杂 以色列似乎仍打算趁身追击 黎巴嫩现在担心沦为下个加萨 当地官员无奈说 现在光安置流离失所居民的费用 每月就高达2.5亿美元 将近台币80亿元 若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忙 根本就难以附和 铁新闻 庄博导 至于在乌俄战争 先前传出北韩已经派遣了特种部队 前往部署 要帮助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那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今天更是亲自视察了 飞弹基地他还要求要强化战争的贺阻力 这引发了外界诸多的联想 那同一时间乌俄双方也持续互红 在多地造成了死伤 哈尔科夫也成为了激战区 乌克兰也持续地打击俄罗斯的本土 拍摄者惊呼 眼前这一幕 远方冒出巨大的火光烈焰 乌克兰无人机再度夜袭俄罗斯境内 成功炸掉俄军重要的战略用酒精工厂 不止酿酒厂 乌军无人机也攻击俄罗斯 一家火力发电厂 以及合成橡胶厂 当然俄罗斯也出动无人机轰炸 袭击乌克兰东北边境的苏梅地区 建筑物被熊熊火焰吞噬 乌克兰的消防弟兄忙着扑面火势 同时在火场废墟中发现三具遗体 包括一名才14岁的女孩命丧战火 而这里都还不是最激战的地区 乌军第三突击率的冲锋队员 在东北部哈尔科夫州和卢干斯克州边境 展开捍卫领土大作战 枪林弹雨下 乌军战士们隐身树丛中发动攻击 一名士兵的脚重弹寻求同袍掩护 他们同时持续移动 因为必须占领登陆点 在村庄内建立后勤设施 俘虏入侵的俄军 并在中央路口扎营 才能管控进出的车辆 乌军死守阵地 因为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二大城 前苏联时期的首都 普京想吞却吞不下来的抗俄堡垒 面对乌军奋战 普京可能迎来北韩军援 这些阿兵哥长得不像俄罗斯人 却出现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 俄罗斯媒体公布画面 称他们是北韩士兵抵达军事基地 另外北韩官媒公开金正恩视察 洲际弹道飞弹的基地内部画面 出现飞弹运输发射车 还有中长城急音速飞弹等 向美国大秀战争实力 同时北韩被制裁的邮轮天马山五号 10月20日被发现 抵达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方港 并停留过夜 似乎无视联合国禁令 装运石油 被国际孤立的俄罗斯北韩互相帮助 因此北韩可能派兵上欧战场 引起关注 英国表示 令人担忧的新事态发展 震惊又绝望 芬兰认为 这显示俄罗斯有多绝望 因为没盟友 北约则事件代表事态重大升级 南韩呼吁北韩立即撤军 如果继续跟俄罗斯军事勾结 南韩不会容忍 因此美国跟南韩提高军事合作 展开多哈联合军事演习 出动上千名韩美士兵 装甲战车下水 没桥梁也能快速过河 这是南韩去年六月 才服役的自走式穿越装备水龙 在水上可承载装甲车 比起过去设备更快 也减少八成的操作人力 同时美韩的空军司令 举行指挥官会议 投论紧急情况下的联合作战 俄乌战局因为北韩意图拆脚 可能扩大牵动朝鲜半岛与美国的战备态势 TV新闻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在10.09分插播 国际最新消息是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稍早疑似遭遇了恐怖攻击 土耳其的航太工业总部发生大爆炸 公司大门被炸开 现场还传出了阵阵枪响 有多人伤亡 据了解这间公司专门制造国防工业引擎 根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这可能是一起自杀的炸弹攻击事件 我们稍后会持续滚动式更新最新的讯息给您 还要来看到的是无人机成了主宰战场的新利器 再加上AI已经成为了未来科技的主要趋势 经济部长郭志辉出席相关活动 喊话无人机是台湾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 而国家对20几家的制造商也大秀新技术 除了像是群飞的控制也融入了AI 并成功获得了军方订单 预估2030年的产值能上看一兆元 无人机起飞在羽球场大小的展场试飞区 以八字型路线来回移动 操作过程完全自动化 机上感应器先勾勒出室内空间的3D图像 系统在判别路上有无障碍物 是不是需要绕道而行 而AI功能和无人机的融合应用不止如此 那上面这颗就是热影像的相机 它主要就是我们在巡检的时候 我们会利用热影像来判别管线上面 是不是有漏气或者是漏液 那这个影像会进到我们飞机的大脑 这个就是NVIDIA的那个迁入式的电脑 如果我有看到温度的变化 发现这边有可能有漏气的嫌疑 这个也是在AI的部分就可以去把它侦测出来 人工智慧继物联网展览 无人机国家队紧扣趋势各先声通 不仅国内的半导体大厂 厂内管路巡检 拜新技术所赐更加精确 桥梁结构增检也靠它抓漏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机身上面 它搭载了一个Sony的单眼相机 它透过这个高化值的照片之后 在专业的软体里面我们可以进行分析 地震之后它会出现一些裂缝裂痕等等 我们可以去判断说它的裂缝是因何而产生 它有没有锈石 有没有渗水等等 影像经由系统运算转为仿真模型 再透过AI侦测列出所有瑕疵 基础建设维护和社会任性尤其相关 也包括通信 10架悬翼型无人机接获指令相继升空 在大型活动中无人机群飞大多为了展演 如果每个个体都能化为行动基地台 他们可以办法在500架的无人机 在夜空中群飞 实际上我们跟他们合作是利用这样子的 群飞的技术 现在可以最多群飞到12架的无人机 我们把群飞的直升机飞起来之后 每一架距离可能是1公里 2公里 形成了一个网络 厂商结合彼此优势 目标成为低轨卫星的讯号接收中继 一旦重大灾害在国内发生 能有效补上通信破口 而一旁摆出了FPV攻击型无人机 则是民间业者少有的尝试 军用上规无人机依然是业界 兵家必争之地 陆用型尖针版样机 也在展览中亮相 大家可以搭配在我们陆上 或是海上的垂直起降 可以在任何实地物进行垂直起降 垂直起降之后 我们可以在长时间制空8小时 透过导控距离50到150公里的范围之内 最终的范围可以远超过在光电球 透视的距离范围之内 可以看到3公里之外的移动物品 一套飞机最多只有3个人可以去做组装 去做飞行 所以它其实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配置 协助国军部队延伸坚真的视野 这款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无人机 更标榜全机翼零件从大到小 完全落实了飞红供应链 相关的引擎 通信设备或是马达 其实都是在我们国内自己生产制造的 没有任何一点的红色供应链的制造 不过生产制造如果只仰赖内需 必然反映在价格跟产量 也间接影响着后续研发 如果以军规来的话 降规到民用的话 成本会降低 量的话是增加 对于我们整个技术的推进是有帮助的 我们的产品也是有东南亚国家 跟东北亚国家来询问 期待能够有好的一个结果出现 东美国产官已经派代表来台 评估合作可能性 我国无人机产业 企图进军国际的现在 国内研发的环境和条件 也是时候优化 无人机本身把机体本身拼装起来 飞上去很简单 但问题是后面的一些运用 AI的软件 那些目标的辨识 或者是他的一些飞控的软件 这些其实会是一个重点 台湾目前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话 其实有个最重要的在于说 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测试空间 跟测试的机会 因为像这种韧体也好 机体也好 它的稳定性 它的安定性 都是必须不断的进行 所谓的事情错误 去是非出现问题改变 去是非改进改进 展览百家争鸣 产业从中找商机 也为技术升华 找出问题和契机 体育别新闻罗斯鹏耶斧 看不到 当然地球暖化更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说印尼亚加达是全球下沉最快的城市 专家警告 泰国首都曼谷 可能也会在未来的七到八年之内 沉入海中 而新加坡有三分之一的国土 百年之内也可能会被海水淹没 因此近年来 他们积极的填海造陆 公车门一打开 洪水就涌入车厢 乘客惊呼连连 有如路上行舟 这个场景出现在上周一的新加坡 不过就是一场强降雨 就引发21处淹水 未来洪患只会更频繁 四面环海的新加坡 是气候变迁受灾第一排 新加坡面积728平方公里 绝大部分海拔都在15公尺以下 三分之一的国土 甚至低于海拔五公尺 新加坡气候研究中心就预测 到了2100年 海平面上升一公尺 加上突发爆潮四到五公尺 就会淹没这三分之一的低洼国土 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 早在2019年 就把气候防卫列入国家议程 未来百年要投资2.1兆台币 对抗海平面上升 最直观的手段 就是跟海抢地 填海打造不成之岛 这个耗时数十年的宏大计划 要在新加坡15公里的海岸 建造800公顷的人工岛 设置抽水设施制洪池 本意就是希望建造缓冲区 帮忙宣泄岛内的洪水 新增的土地还可以盖清水公园 住宅跟服务设施 缓和都市的拥挤 未来百年要能抵抗洪水 就必须在岸边盖 至少三公尺高的海墙 这得仰赖新技术 南洋理工大学提出了新概念 海面下是透水模 海面上是坚固的火泥土防波堤 内部还可以铺设高速公路跟管线 但是海堤要如何随海面来改变高度 仍有技术待克服 布置新加坡 治水是东南亚躲不掉的生存难题 不同国家因地质疑办法也不同 泰国曼谷最害怕河水暴涨跟海水倒灌 跟新加坡一样 曼谷也要打造人工岛 但是功能不同 是当作护蹄来调节泰国湾的水流 在爆炒的时候缓和海水倒灌的速度 人口上千万的印尼亚加达 是全球下沉最快的城市 印尼政府计划新建巨型的海堤 来抵御海平面上升 但是超抽地下水的根本问题 得先解决 东南亚各国也纷纷求助 全球的治水模范生 取经荷兰的马斯兰德兰潮堤 1997年荷兰花了合约151台币 打造扇形可调节式的防潮堤 保卫陆地安全 如今气候灭顶危机逼近 荷兰经验或许能成为亚洲人的救命服务 退遣这么大 当然在台湾 除了我们要担心的是海平面上升 地震也是多数人会担忧的天灾 尤其403花莲地震 半年多都已经过去 余震还是偶尔会发生 然而现今的技术 即便针对了地下水 电磁波还有气体电话 进行了研究 人无法精确的预测地震的发生 只能够加强防震措施 只要所在地发生震度2以上的地震 10分钟后这套系统就能立刻跑出结果 绿灯就代表结构没有受损 万一到了红灯 就是建议立刻疏散人员 这一套结构安全监测系统将全面在社宅内安装 主要是地震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它的反应的状况要去做分析 能快速掌握结构有问题 靠的就是这个小小一台感测器 会分散装在建筑物内部 建议一栋楼至少要装三台 才能够更精准监测 透过受震反应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了解结构的震动特性 然后进一步去追踪 这个地震波会不会造成结构的损伤 那如果有损伤的话也可以人员立刻撤离 那所以我想它好处就是地震 我们可以马上透过讯号 然后客观的推估结构的状况 然后提供管理单位做 也就是做紧急震后的决策跟营变 震后处理随着科技进步提升精准度 当然就是希望用最迅速的方式 能知道地震有带来哪些损坏 踢走因应降低人员伤亡 毕竟地震何时会发生 目前仍然是未知数 每回有台风生成气象署的资料 都能够事先做预判 但是每次有发生强烈地震 所发出的国家级警报 都是在地震发生之后 才提出的市警 目前我们的技术 仍然是没有办法 对于地震要发生 做出事前预判 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差 什么时间差呢 这时候地震波还在这里 还没有传出去 但是我们电磁波 马上就可以往外传 就是因为无法预判 所以全台架设高密度的地震测站 至少靠着电磁波 传的比地震波还要快的特性 能知道地震在哪出现了 哪些地区民众要注意 地震它发生的位置 还有就是它的规模 然后以及就是它的大小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时间 时间要明确一点 像我们知道说 可能有一些民间的一些预测人士 他们过去可能说什么下半个月 在南台湾 有一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这样的资讯是略显不足的 因为这样子变成说 长达半个月的时间 然后南部地区 那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因应 因此现在我们在全球的科技范畴之下 比较有效的还是用预警的方式 地震发生的原因 最主要是板块的挤压 板块运动过程中 互相碰撞累积硬力 当无法承受硬力时 地壳就会释放出地震波 而硬力何时达到临界点 难道没有前兆能追踪吗 你地下水的变动也好 或是地底下释放出某些气体出来也好 这可能还有其他因素造成 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地震上 可以造成这种现象 那所以变成说 我们过去很多科学家 在利用各种方法去 去侦测它的一些前兆现象来讲 它的成功几率并不是非常高 最高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而已 也就是这些变化还没有科学证据证明 和地震是最直接相关 更难以得知精准的时间点 让预测地震持续面临种种挑战 我们在做东西的预测 我们的确在很多的一些地震之前 例如说我们讲 2004年的成功地震 它规模到6.8 那个在前面一个月 一个多月 其实它释放出来气体已经产生改变了 我们是有侦测到 这种现象我们其实也已经在国际发表了 但是这种研究来讲 我们没办法告诉你 那它可能发生地震有多大 或是它发生的时间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没办法告诉你 像是马路 蚯蚓 地震雨 然后甚至是天空的什么地震云之类的 那其实就我们的一些学术上的研究 它两个是比较没有那种 一对一完全的正相关 但我们也不否认 全球科学家都还在找答案 因此平时建筑物物品 做好耐震准备 是当前至少能降低灾害的超前部署 基本新闻 李延志周生 台北报道